人到中年,已经退出了智能,经历过太多的风雨,走过了不少坑窝,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,体会了人情冷暖。 人到中年,是一个谈死上早,谈爱情已老的年龄。 百言松曾说,到了中年就不得不思考了,青春一去不返,前方一息看得到死亡的影子。 人到中年,有的人活得越来越通透,有的人却想趁机抓住青春的尾巴,做一些自己想做却一直没做的事。 可人生中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,有时会为生活的重复而绝望,但这并不能影响每个角色赋予我们的责任何义务。 人到中年,更看重情义,可有种男女关系再好,都不要走得太近,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 一,男女同事之间不要走得太近。 有人说,办公室是资深恋情的最佳温床。 人到中年,夫妻感情又到了平淡期,相处模式已经固定,日子早就波澜不惊,每天上班跟同事相处的时间,比陪自己爱人的时间还长。 徐杨跟女同事都是人到中年,平时在工作经常接触,女同事总是跟她吐槽自己的老公,开始徐杨出于礼貌的开导她,发展到最后,变成了两个人互相吐槽自己的爱人。 这种行为让两个人变得惺惺相惜,都觉得遇见对方晚了。 两个人不免生出要是早点遇到,那该多好的感慨。 两个人最终还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,被女同事的老公知道之后,她打了徐杨,然后离婚。 女同事就开始催徐杨离婚,可想着自己挣了半辈子的财产要分给妻子,她就不想离婚。 女同事主动挑衅她老婆,离婚时,她老婆拿走了她大部分财产,以为是真爱的他们。 生活在一起后,开始了跟以前一样的婚姻生活,家还吵得更猛,彼此之间都有后悔之意,可一切都回不去了。 人到中年,男女同事关系再好,也要懂得保持距离。 如果走太近,动了不该动的情,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。 最终你会发现,她不过是距离产生的幻觉,骗了自己,却伤害了爱自己的人,隔不长失。 而跟另一半的朋友不要走得太近,李莲的老公有一个哥们,在结婚时,她就给了脸一种很会来世的印象。 在别人故意要对她闲住手时,她都给挡了下来,后来,她老公也经常请她来家中玩。 他们三个人经常一起出去旅行,她永远是李莲和她老公的倾诉对象。 慢慢的,李莲对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 在跟老吵架后,她第一个想找的人就是她,这儿让她很吃惊。 她知道这样下去,自己的婚礼就会不保,她开始跟她导致距离。 她丈夫还问她怎么了,为什么会忽然不再见她朋友? 李莲当然不会告诉老公自己的心愿意嘛,只是说自己不想跟你们男人在一起玩了。 好在她懂得悬崖了嘛,她才有今天的幸福婚姻。 人与人之间,就得有点距离,这样才能消生是非,跟另一半的朋友不要走得太近。 这是一种安全距离感,会让自己更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,也不会给别人添烦恼。 三,不要跟比自己的仰慕者走太近,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的,有时,说不清为什么,那个人就出现在了生命中,会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感觉。 赵坤是名牌大学硕士生,做工程师,她部门新来的女助理,完全是她的迷妹,没事喜欢请教她问题,要么就是给她买好吃的,借机跟她说话。 人到中年的她,自然是懂得小女生的心思,开始是注意跟她保持距离,最后在她的温柔公式之下,她觉得跟她相处很有感觉,找到一种景为的激情,她迷恋这种感觉。 但她知道自己如果越过了底线,就会毁了自己的家庭,也会毁了那个小女生,最后理智产生了冲动,她把助理叼走了。 人到中年,有经济基础,如果身材操实的好,这样的人会更有味道。 自然身边不缺仰慕者,就容易迷失在自己的编织的梦中,可是爱除了那些风花雪月,还有义务、责任,虽然看起来不浪漫,甚至是沉重的,但却要付出毕生的精力,不要轻易丢了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。 今日话题,人到中年的男女,还有哪种关系不能走太近? 欢迎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在节目的会订阅本频道。 多少人? 感谢观看